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大卫 今天来讲一下秋冬天最重要的动作 修根跟施底肥 底肥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鸡肥 那施用的方法也是很简单 在你的盆里挖出钩或洞来 把肥料发在钩或洞里面就可以了 因为我是修根 所以我必须把根顺便给修掉 然后修根的同时顺便把土给挖起来 这样子我就不用把整个盆子都翻过来 那修根的方法 因为我现在乌花果的根系太多 导致土很难去挖起来修根 那我就是拿着锯子沿着盆子的周围 锯下去把根顺都锯断 好,锯好之后呢 再用铲子去挖 这样子就好挖多了 没用锯子先挖土 土根本挖不起来啊 好,锯好,锯好之后 倒怎么要来 好,现在整个图大概都挖起来了 大概就是呈现这种状态 然后稍后我会来配土 放鸡肥 再把土混合培养土 再回填回去 那有鸡肥 我是使用海浓榜 其实并不用挑鸡肥 鸡肥只要是有机的就好了 我挑这款是因为 它有那个苦练的成分 那苦练会减少瓜牛的存在 其实你不用调肥料 只要你是有鸡肥的就好了 鸡肥的用量大概是50到60克 我这个是1.8尺的盆 要依照盆子的状况去施肥 然后把肥撒在盆子的周围即可 那刚挖出来的土呢 我们要倒入珍珠石跟赤石 然后呢 我会再倒入碳化稻壳 因为无花果是碱性的植物 所以我们要用碳化桃壳 也可以用稻壳啦 最后呢会倒入一般的培养土 培养土的比例大概跟土的比例 要接近1比1 放好所有的戒指 我们把刚刚的土混合一下 来! 好,最後呢 你會發現我的土變成這樣子 很鬆的土 這樣子就是完成了混合的土壤 然後我們再把土回填回去 好 我們的修根跟施用底肥的動作已經做好了 那我們可以同時把這件 我們可以把同時這兩件事情都做好 那我還有十幾盆要做 要慢慢做了 好 修根跟換盆 大概的操作就是這樣 各位觀眾 假如你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麻煩幫我點贊訂閱加轉發 謝謝各位了 阿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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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